太子也会谋反吗 当然会 太子可是中国历史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被他打卡死 被他兄弟卡死 被授下卡死 被刺客卡死 压力大姐自己卡死 你以为当了太子就融化富贵了 你太年轻了 李承贤大家知道吧 唐太宗最器重的儿子也是嫡长子 所以老造作为李为太子 他也展现出金国安邦的才能 让这个李世民愈发的宠爱 那他有仨相不统地要去谋犯 因为唐太宗虽然很喜欢李承贤 但是对其他儿子也不差 我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所以李承贤发现 李世民对他的二儿子李太 有时候比对自己还要好 心里面总有点晃 害怕自己太子子为不报 后来李承贤又换上了腿脊 一个残疾的太子 显然对于大唐 有损于大唐的威仪 心里面就更慌了 这时候啊 李世民又杀掉了李承贤最宠爱的男储 称心 这一哈 李承贤心里面的裤子 是盗不住了呀 开始刺杀老师 刺杀李太 甚至起兵逼供李世民 正常情况下 李承贤都死了18回了 可是他并没有被处死 都这个样子了 李世民也只是把他变为庶民 可见个民歌都应该这个儿子